大家好我是周迪 今天要揭开中国银元是如何铸造的呢 过去制作银定股前只要烧好的铜料银料 再加上一些调味拿来再倒入模具 冷却后取出就做好啦 工业革命后清朝末年中国决定自己铸造银元来抵制当时正夯的外国银元 感觉有点像华为与iPhone的关系 那么银元的铸造过程又是如何呢 这个流程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很值得观看哦 当时我们向铸壁大国英国进口铸壁机 再由他们派的技术师帮我们安装调节机器 首先一开始需要用万两天平来秤饮料的重量 这台机器可称300公斤重 再将国家指定的配料比例放入煤气干锅炉融化 现在的做法也是将纯银的碎屑丢进1150摄氏度的胶柱融炉 再将融化的银子胶柱在模具上 你看看这个浓度啊 形成这样长形的条片状 现在的造壁厂也是同样一个流程 只是细节上的不一样而已 有的弄的是圆柱形或更厚的长块状 再经过碾片机碾平整变成银壁该有的厚度 现在的碾片技术啊可以碾出超长的银片 这个好像是标示25分前专用的银片厚度 现在这个演示是非常好玩的迷你碾片机的过程 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将银条碾至银壁该有的厚度 再将银片条插入冲床机制作胚柄 冲出一枚一枚的空白银胚柄 过去随时为了确保重量的移植会再称重一次 现在的冲床机啊它的速度与打孔的密度都提高了不少 一次可以冲出大量的空白银胚啊 你看这速度及产量惊人啊 因为人口的上升所以产量技术也要跟得上 顺便演示一下迷你机器的运行 剩下的饮料当然不可以浪费啊 又要带回第一个步骤万两天平重新称重熔掉 再来这个就是清洗抛光空白银胚的步骤 将一些氧化变色或附着物都给清洗干净 有着洗衣机的概念 接下来需要用光编机将边框碾压 导致边框周围凸起 它的操作原理就是将银胚放入输送带 轨道空间越来越小使边框受到挤压 银胚边框凸起有两个作用 一是高级的部分方便挤压到尺边模具形成尺边 二是完成后会形成前臂周围凸起的外锅 它的作用是保护前臂流通时 避免图案文字受到平面磨损 光编机碾制好的银胚准备好后 就可以开始放入印花机 利用上下模具及尺边模具冲印 至于冲压的一些细节及尺边模具的制作 我有另一个影片专门介绍 这次我要特别介绍的是上下模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 其实这些打印前臂的模具我们称工作模 工作钢模是一个消耗品 经过长时间铸造前臂 模具表面需要涂抹机油保养 以防止生锈或堵塞 这个新云南银元模具就因此而裂掉 导致前臂表面也有凸起的萤肉 这种现象我们叫裂模流营 就流营啦 这时就要更换新的工作模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字体堵塞 模具上的图案堵塞异物时 银元就会产生许多板别 比方缺口罩开口钟之类的现象 顺带一提很多玩板别的模人玩出火来 他们竟然可以还原哪一个裂板或堵塞是哪一个时段的工作模 哪一个板别是后期要改年份的工作模 这些都是很好玩的研究 利用一些细节特色来看出违避的破绽 来还原时光背景 好的现在我们得知工作模具是会损坏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母模具来制作出这些纸模具 想必母模具应该是要阳面的字体图案 再借由这个旋转压力机 压印出工作模具才会是阴面的图纹 为了工作模具可以压印出比较细节的图纹 工作模具前身是长这个样子的尖锥形 好的 接下来要介绍母模具如何制作的 首先要先设计好图案 用超大的石膏细节雕刻成型 现代会用环氧素质模与固化剂混合注入翻模 二度翻模后需要再次修模 也有可能是雕刻在巨大的铜柄上 大致上就是利用这一台雕刻机 将大型雕刻模具复制雕刻在一个小型模具上 原理就是可以将同样比例细节雕刻过去 直接缩小比例在上面 这时母模具上的图纹是扬面的 没有雕刻师这么厉害可以直接雕刻阴面的模具吧 在2012年借由i-show公司 也就是冠军拍卖的Michael Zhou 他发现德国昆刻拍卖有一整组的银元模具正在上拍 为了防止造假毕业者得手利用 Michael Zhou与昆刻拍卖协商将这些模具捐赠给博物馆 其中还发现36个汉字冲头 也就是文字的模具 这边可以看到这一组的模具只有龙图 及光绪元宝 和底下的重量单位 由此可推断可以利用汉字冲头加工上去 形成不同地方省份的银元模具 再由中央造毕厂分发固定的母模具 下去给其他省份的造毕分厂 这些汉字冲头的作用可以临时修复损坏的字体 或是转换省份名称 临时修改年份 原来母模具很多细节都是分开制作的 所以汉字冲头如果坏掉了 需要重新制作新字体冲头的话 就会产生全新的字体版别 所以新的字体版别就是这样来的 像是大头十年的开口中 就好像手工制作银章会产生不同字体的概念 好的模具制作就差不多了解了 我们回到印花机接下来的过程吧 当钱币完成充印后 你看花啦啦的钱币就这样掉落下来 原本的MS70分的品项就这样撞击互相摩擦后 我看接下来分装称重检验后的品项 只剩下MS68 69了吧 所以一枚老银元的品项能维持66分以上是相当难得的 好啦 铸臂过程就差不多是这样 这里是当时成都机器局引进铸臂机器的历史画面 是由当时外国技术师强碧尔拍摄的 他负责运送指导安装机器 这里可以看到介绍铸臂机的海报 从银料就是需要经过这么多的机器 铸造成可以流通的银元 这是四川机器局的正门 这里可以看到强碧尔坐在机器上留影纪念 工人们搬运机器的画面 这一台应该是印花机的本体 斜躺在拖车上 这是工厂安装施工的画面 这是室内强碧尔在那拍王妹 在那研究如何动工 嗯? 机器全部就定位 地面好像不是这么的平整 这张是完工的照片 地面好像又恢复平整了 原来是所有机器都要锁死在地面上的关系 毕竟筑前冲撞的压力相当大 我目测这应该是在一楼的地面吧 成都造弊厂的监督和他的儿子 开心合影 强碧尔自己也保留了一套四柱样壁 好啦 这期的内容就这样 我们下次见 拜拜